滾滾泥水倾泻而下 一路流到柏游路上 现场摆起三角锥 直击几块落石被冲刷下来 轴溪向立山村部落连外道路 部分路段出现土石流 泥瀑布让道路严重积水 有民众住家旁 土石流滾滾而下相当惊险 住户遭遇天灾无奈 只能暂时用耕耘机进行简单清理 海魁台风狂袭东台湾 带来强风豪雨 花脸状况非常多 民众拿电锯巨树 强救卡在车内的两个人 着西乡台三十线九公里处 路数倒塌 则终于台小货车 导致车头严重变形 车上的父子党受困在车内 配合消防人员 以及地方热心民众 迅速将驾驶及乘客救出 迅速送医 所幸火车里的父子党 经过送医抢救之后 没有大碍 而海魁台风夹带着强烈的风势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花莲 刺客散烈监视器 被风吹得摇摇欲坠 海魁台风带来的强风豪雨 让东台湾的民众胆战心惊 大雨狂下 一颗颗落石 从山坡滚落 行进驾驶被下的连忙倒车 这里是台七甲线10点4K处 3号早上发生摊坊 工程人员积极抢修 还差点被土石砸中 公路总局在台七甲沿线 事先进驻机具 用怪手拨开土石清理路面 不过贪方状况愈演愈烈 若是不断工程人员想继续清理 非常困难 只能暂停作业 今天早上的画面 是我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对象的车辆 跟对象的警车 但是现在是已经看不到的 因为这个落石是越来越多 为了用路人安全 台七甲线宜兰百滔桥 到台中盛光路段 预警性封路 民众想要往返宜兰 到台中得另寻道路 工路段好像有只是说 12点以后 它是预警性封路 因为这边等了很久了 有跟你们说发生什么事吗 因为土石流 他说土石因为现在一直落石 它不能再开 草宇夹在土石山区道路容易摊放 宜兰地区已经有77条 黄色土石流警戒 公路总局表示 会在4号上午确认 道路安全后 在中午开放通车 民众非必要 千万别进入山区 以免被落石杂重 三里新闻 黄国人黄城博 诸属军户家娟 迪兰采访报道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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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